我们太祖先Qubit创造由KQID引擎提供动力的存在 Qubit正在执行KQID圆灵定律 来计算、模拟并投影在我们相对论的全息多元宇宙中表演的莎士比亚式基因演员 比特是万物,万物是比特 KQID幸福时刻已经来临,让宇宙来吧 这一庄子宇宙与我们同生为一 我们的太祖先父母Qubit欢歌载舞,交换比特,共同庆祝 最后归结为一句话,天命人是原生孙悟空 手持如意时间棒,对我们的多元宇宙发好施令 这篇名为轩辕召唤的,看似玄幻小说不着编辑的咒语一样的东西 可不是某人喝醉了之后的胡言乱语 而是正儿八经的作为学术成果发表在北大、清华、上海交大这样的中国名校的网站上 他的作者来自上述国内顶尖名校的校董加客座教授廖凯元 大家好,我是Louis,欢迎来到真实的荒漠 廖凯元,何许人也,他是出生在印尼的美籍华裔 公开资料显示,他先后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国际关系硕士学位 和纽约法学院法律博士学位 是美国国际软件屋公司的创始人兼CEO 虽然这个法律博士和法学博士并不一样 和本科学位差不多 这个纽约学院也不是大家熟知的纽约大学 在全美法学院排名靠后 但这并不妨碍廖同学的学术研究热情 这些年笔根不错,成果斐然 他的研究成果包括 云中的天命人 轩辕召唤,轩辕4712中华共识 中国梦就是轩辕大同 轩辕反商运行体系2.0等等 他通过这些研究构建出了一个包括量子力学 基因工程,信息技术,皇帝内经的理论体系 同时他还紧跟时代脉搏 其中还包括科学发展观 一带一路,中国梦 这位廖博士显然一副不差钱的样子 在赞助了上述国内几大名校 并建成了以他的名字冠名的教学楼 甚至开设这些理论的选修课程后 让他走向了风口浪尖 人们纷纷指责这些学校 他们让这些学术名科在学校内 堂而皇之宣扬伪科学 实在是斯文扫地 廖博士很可能是古风游戏 轩辕剑的爱好者 或者从事过玄幻游戏的策划工作 如果你仔细阅读上面提到的那篇 轩辕召唤会发现除去他那些东拼西凑的论述 剩下的就是一篇以中华为正统的爽文的背景设定 他发明了一种叫做轩辕道的理论 认为这是万物之本 中国文化的源泉 他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声称轩辕是人类的守卫首领 守卫人权律师 守卫科学家等等 他还试图借此证明 不要迷信西方的民主自由 因为他们带着痴迷于个人权利的刺刀 在古文化的遗体上阔步前进 一档制比多档制更具凝聚力 因为一档包括更多的反商比特 能被释放出来做更多的好事 学术民科在国内由来已久 从各种UFO协会到水便有理论 从永动机的发明到艾滋病治疗方案 从引力波的发现到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 在民科那里 人类已经进化到了反推光子火箭 用驱数引擎在多位宇宙之间跳跃 用暗物质与物质互换的时间机器 实现返老环童的阶段 而在社会学科的领域的遗骨学派 经过多年的发展 终于在国内盲目重鼓 和表面看起来过度膨胀 实在极度自卑的社会文化氛围之中 荣敦国内顶尖学校的大雅之堂 吹起牛逼来 中国学者比某些把中国文化拿过去 说是自己的韩国教授 绝对不遑多让 他们试图通过正伪西方文明 来强调中国文明的古老与先进 他们言之凿凿的声称 从埃及金字塔 雅典帕特农神庙 到亚里士多德的著作 乃至博家丘一代的文艺复兴的成果 都是伪造 而金属铁器 现代医学经济学 英语数学化学 逻辑物理天文地理 一样不辣 全是来自中国 而给出的证据 却全靠主观意测和捕风捉影 在被嘲笑后无所畏惧 居然还收获了很多支持者 他们深刻体会上意 与官方宣传不偏不倚 他们铁口直断 不由分说 如百无聊赖的村爷匹夫 看不出半点学术涵养 更谈不上文人风骨 恐怕连基本的廉耻执心都欠缺 他们是体质马屁精 文化脚屎棍 学术义科团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这个视频 观察一下 这些神情亢奋 但精神扬尾的集体意淫症候群 2012年 在某武汉军工研究所 任职的声名吴江 在网上发帖 之后整理出版 名为包装出来的西方文明艺书 在序言中 他痛骂公知 对东西方文明的叙述 彻底摧毁了国人的民族自信心 并将矛头对准了古希腊文明 声称其为为史 他说 克里特岛是仅8000平方公里 积无根地的小岛 在刀工火中的时代 这里可供养的人口 最多不过数千人 论证这里诞生过高度文明 强大的米诺斯王国 无异于论证 今天的月球是人间乐土 之前引起热议的浙江大学教授 黄和清 为朱玄石虚构的西方文明史 一书所写的序言认为 该书整体的否认西方为史 全盘彻底的为中华文明证明 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提供了国内学界 文所未闻的西方史料 全盘彻底的推翻了西方文明史 全盘彻底的为中华文明证明 具有空前的学术意义 朱先生直探要害 整体的否定西方为史 这是当今国人文化自卑的主要原因 将极大的有助于提升国人的文化自信 2019年7月 一群秩序相同的大学和民间学者齐聚一堂 他们纵论西方伪造历史和中华文化的天下无敌 并成立了名头响亮的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促进会 这其实是一个学术战狼大集合 他们兵分各路 将西方文明一把踩在脚下 各种炸裂眼球的离谱研究层出不穷 早在2011年吴宾华·聂赫松 便出版了《英汉同源对比同解学习法》 这本由国内正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认为 英国人的祖先与中国人的祖先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 比如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南军总司令 罗伯特·李 其姓氏为中国唐朝国姓 追溯其祖先大致跟李玲、李广丽及龙溪、李氏堂有着密切的关系 所以英语中含有大量的汉语词汇 英语的本源是烟语 是中华同宗语言 被他这么一分析 牛队应该和相声演员牛群有血缘关系 安吉利娜·朱莉和朱一龙应该有历史渊源 有这么沾亲戴故的吗 这还不算完 2015年吴宾华又出版了《夏商周时事考证与断代艺书》 认定整个人类现代文明起源于两河流域的上古 夏人与华人 并提出了他发现的惊人证据 英语其实是古汉语的方言 而参加了所谓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促进会成立仪式 倡导英语源于汉语的李国防 则创办由若干教育培训机构 开始兜售他的所谓国学英语 在教学讲座中 李国防宣称 英语home源自汉语户门 room源自入门 root源自汉语root 而且户是哪国的词呀 中国的 门是哪国词呀 中国的 为什么home是家呀 就是一户一门成为家 没有外国的吧 和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促进会会长杜刚健相比 上述人士还是略显保守 杜老黄黄俱著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 一股脑把世界所有国家的人全部纳入中华的版图 他宣称世界的各个文化 各个民族 无论你希腊罗马 白人黑人 无论你英吉列美利坚 瑞尔曼不列颠通通都是来自中国 所以在严厉时期呢 整个世界也都是华夏 德国领导人来了 或者德国有个专家带领了几个团队的人过来来寻根了等等 又会惹他 看着这本书的目录就能被杜老的惊人的气势所折服 这种丙笔直书 刚正不阿的气度 真让人担心堵牢的人身安全 顺带一提杜刚健 这是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凯元中国法治与毅力研究的中心主任 而前段时间引起热议的浙江大学教授黄和清 他用西方书籍插图和历史照片 证明埃及大金字塔 师生人面像在当时根本不存在 他说埃及大金字塔是19世纪用混凝土建造的 蘑菇头 这个蘑菇头跟今天的人面像完全没有关系 也就是说 他登陆回法国出版了他那个书里面 作为科学考察的成果 画了个蘑菇头跟今天的是完全不是一回事 那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玩意儿在当时不存在 如果这对于在 他能把画的画得这么像 他能把这个画成这样的 他所依托的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意测 和国外非主流学者的假设 到他这里就变成了什么了不得的证据 而他引用的所谓学者之一 便是著名的被称为历史发明家的俄罗斯学者福缅科 第三个是福缅科 他曾经一个纪录片 我相信大家很多人会看过这个纪录片 这个呃对我们国内知道 啊虎宁 新的埃及克星达还是虎宁 是他呃是他给大家看的啊 同时他有观点非常重要 西方历史仅仅开始于十世纪 十世纪 十世纪 啥没有 空的 原方你怎么看 我很认同啊 这个 然后他认为所谓古埃及 我们实际上是十九世纪以来西方政策世界编造了一个童话 他否定古埃及历史 福缅科早期从事数学研究 任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后来不知道怎么迷上了历史 并开始质疑世界各国的历史是造假 上述埃及希腊伪造历史的论调很多都是来自于他 基本就是把世界起源中国换成了起源俄罗斯 而有意思的是他也没有放过中国文化 他看到长城保存完好 而且是专实结构 就据此认为长城是在康熙年间建成 建长城的目的也并非是为了防御游牧民族 而是为了防御俄罗斯 他最后推导出来的结论更是令人震惊 长城其实是清朝被俄罗斯打败之后所划定的边境线 不知道那些整天把自古以来领土怎么怎么招挂在嘴边的小粉红们 看到这番言论做何感想 如果这是真的 那么还聊什么海参碗 库叶岛 整个长城以北都是俄罗斯的领土 那中国岂不是应该把领土还回去 弗面课的套路基本就是挑文物修复的毛病 只要看到文物修复的痕迹便欣喜若狂 马上说他是假的 一个老头去了医院做了手术出来 难道年龄就归零了吗 简直奇葩 上世纪90年代著名学者何欣 便开始发表对西方历史质疑的言论 他被认为是国内遗古学派开封气之先者 何老的人生可谓传奇 文革中因为反对江青被化为反革命 文革后担任了几家学术机构的教职工作后加入政协 核心的思想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如树叶般随风左右摇摆 80年代早期他是思想解放运动的支持者 80年代后期又转向保守 并率先提出中华民族及文化的伟大复兴 对后来中国的国家政策导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到2010年后 在微博上开始鼓吹将中国经济回到毛泽东时代的新国家主义 而这一时期 他的兴趣也开始转向共济会这类阴谋论的研究 并于2013年将其博客文章汇聚出版了希腊为史考和后来的希腊为史续考 他在书中说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古希腊文明真实的存在过 都是后人伪造 在一段80年代的中央电视台 关于批评现代建筑盲目重古的视频中 核心在视频中大谈走出传统 建立新型的建筑体系 颇得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文化风貌 所以在建筑上我们今天如何走出传统 如何把我们中国古代的这种历史建筑的传统 与当代世界的其他文化的这种建筑传统 衔接起来连接起来 与他近年来一副咸云野鹤 认真你就输了的玩世不公的做派 动则将借鉴西方优点的人 称之为西化精英洋奴 只感叹人生变换世事无常 看过老川普的一些录像和视频 他多次在演讲和对话中 指责一个神秘影子组织的存在 说这个影子组织控制了 世界的政治和金融 阻碍它的政策 我早年也曾经崇拜西方的古代文明 我不知道希腊 罗马 印度 埃及的那些编年表 都是假的 80年代央视纪录片《和尚》 引发一代人反思历史和民族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 这是那个年代文化圈 这世界的自省意识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经济取责了发展 国际地位上升 中国却再次迎来了民族主义的浪潮 一代知识分子沉沦下去 各路妖魔鬼怪轮番登场 食物英雄 数子成名 黄猪悔气 瓦腹雷鸣 可悲可叹 大跃进时期放卫星 某场万金 牛皮吹上天 恰恰说明了当时生产力水平堪忧 现在贬低他国 文化放卫星也只能说明国内文化的忍弱 打肿脸充胖子也无济于事 当下文化发展 除非剔除价值传达 技术先导 既无发展空间 官方专模作业的苛泽遗骨学派 也没见什么真切的反省 该怎么样 还是怎么样 相较核心这一代历史创作家 观察网之流 号召发展以流瓷心为代表的科幻国家主义 工业文化 简直弱爆了 依我看来 把这些旺人作为文化输出的典范 他们的巨著应该翻译成英文 让世界各国人民景仰 获个什么五个一功成奖 或许实至名归 大跃进造成了大饥荒 数千万人死于非命 而文化饥荒倒也无所谓 反正也死不了人 这厚颜无耻的事态 与当下的文化发展 还真是恰如其分的合拍 就像郭敬明的小时代 用名牌豪车 俊男靓女涂脂抹粉 用花里胡哨的视效剪辑 影楼审美 装点门面 角楼造作 无比身影 虽无关艺术创作的红纸 但却也是一段时期 人们精神面貌 事态明晴的反应 若干年后作为一段历史 倒也能体现出其价值之所在 博人一笑 岂不快哉 欢迎订阅留言和点赞 你也可以通过PayPal打赏 或者加入会员来支持我们 这样我们就不会被黄标所献 谢谢你们